好 高刑警 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 真的全程錄影 這是刑警很需要清白 我要捍衛製作單位 找來都是優秀的人才 然後他剛剛特別給大家看 就是說他騎上去 然後這個腳踏車 他自己在那邊這個說明 全程直播錄影 這個是不簡單 我們相信他好不好 我上禮拜三走路 從考試院走路走到雨來回來 早上六點走 十四點鐘 一直走走十四小時 環島的概念就對了 沒有 沒有 我就去找那些要釣魚的地方 這個厲害 難怪你那麼健康 環境不錯 好 教官 這是大五輪 基隆大五輪 就是萬五三 很漂亮 這海是怎麼這麼兇險 這個就是因為它是個彎 所以一定是很漂亮 而且沒有風浪的時候 它又有沙灘 那個沙灘 離岸那個路邊又 不遠 大概是三十公尺到五十公尺 遠而已 可是它在面向海邊的右邊的話 那就不一樣了 我們那個 它所飄出去往右邊飄的話 那邊就很多的礁岩區 那你就相當的危險 不好意思 給大家看一下 右邊的礁岩區就是這裡嗎 對 這邊 這邊很危險 它在危險 因為浪還是會進來嘛 那你到那邊的時候你就 要出去又沒有那麼快出去 那很快出去的話 你就會流到基隆去了 那沒有很快出去的話 那風一直打 就一直退... 會退到礁岩 那不管你是游泳或怎麼樣的話 到礁岩區 在水裡面 不要說礁岩 我可以爬上去 有時候有風浪的話 你還在碰那個礁岩 你是被撞得亂去 而且這一區 因為有去年的三月 我有過去那邊 那邊有個田山項的循環賽 就是一天教你怎麼玩田山項 那一次去 你看到這麼平靜 那一天風 風浪超級大 所有的人都游不出去 一直被打壞 打回來 讓大起來非常恐怖 那個地方 再看看這邊這裡是礁岩 這裡其實是黃坡體 黃坡體過去都是漁港 對 我的意思是說 照理說有黃坡體 它浪不是會比較小嗎 不是 黃坡體的話 它是左面 我們面向海頭 左面有黃坡體 它那邊裡頭是漁港 它那個黃坡體 就是為了建築起來 用防止的浪打到漁港裡面 把遺傳打壞 那至於右面的話 它都有很多的交流 右面是個山壁一個圓的 所以它就沒理它 那浪打進來 每次那邊的浪都很兇險 這個兇險完以後 在鄧大浪 連中間那個沙灘區 也會有浪起來 那也是危險 而且紅瑜 不是只有這個大五的地區 那麼跑新聞裡面 有一種常聽到的名詞 那個名詞 其實不是真正的名詞 叫瘋狗浪 各位不要小看這個瘋狗浪 宜蘭 宜蘭曾經我們釣那個海釣 那個在那個基釣海釣 通常會釣魚 喜歡釣魚的 曾經有一個瘋狗浪 十個釣在釣魚的 在馬頭那邊釣魚 一個引過來 十個都扛下去 後來死了四個 後來死了四個 還有在宜蘭的海灘 那個沙灘車吧 兩輛沙灘車 包括教練 包括教練 沙灘車這樣兩輛這樣 過去一個瘋狗浪過來 全部捲走 五個人 然後在這個 這個也是在東北角這個地方 樹林的社區大學 去進行生態的相關的這個 本來照理來說是一個很安全的 一個生態 現在告訴大家海邊怎麼樣 風狗浪聽他們說是三層樓高的風狗浪 突然出現這樣 當然他前面還是有一些徵兆 但是你沒有想到後面會這麼大 一捲走八十八重傷 那麼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有人在這邊釣魚 這個就是風狗浪 你一個沒什麼 他噴出來之後 他水拿的時候把你剪下去 你看這個其實是有水溝的 你不要小看這個 你如果一旦被他打倒了 你掉到這水溝去 他就剪下去了 那我想請教一下 再請教教官 要怎麼觀察有風狗浪 沒有風狗浪 第一個我們就是要當地去的話 先看他的海況 那尤其你不要在那種 有點閒癌式的礁石邊邊 去釣魚去做活動 一般我們游泳都是到沙灘 所以碰到的風狗浪很少 因為沙灘比較平坦 慢慢慢慢到淺的地方 那風狗浪都是浪打過來的時候 碰到一個直接一個 一個主打穴的時候 撞他就好像我們狂波地 一撞的時候 剛剛就整個浪會打起來 那打起來你不要說這個浪 這個浪我看起來還小 我有那個學生 那個海巡署的一個少尉 有一天也是到台北港 開著吉普車 跟他的一個兵 兩個到那邊去 一個風狗浪上來 車子也不見 人也不見 吉普車也幫他撿下去 對 就下去了 他們車子都下去了 後來在海裡面再找出來 人有撞起來嗎 人有 人有撈起來 不是要救起來 要撈起來 撈起來 通通都陣亡 陣亡啦 陣亡啦 那個下去 那個一個黃波堤下去的話 最少都是三五公尺以上 打下去 尤其倒到外面的話 外面都是膠原 那個脈山脈 脈山脈 掉下去之後 撞下去 高漢 高漢 那你掉到裡面的話 可能還好 可是那麼高掉下來 大概都會有問題 這個是大五輪海邊 他現在已經關閉了 要想辦法就是說 以後避免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的方法到底是什麼 才會開放 那有關夏威夷的火災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來先休息進廣告 等一下 然後不會看 我們來討論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 等一下 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